《中文字幕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摄影机步道或者我们的传感器步道一定密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经常知道你跟谁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无法逃避他们 只能继续走 只能继续走 注意 通过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 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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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喔 平民老百姓是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才会录入这套系统 那它不需要帮助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是不需要采集它的信息的 那这种信息只是在我们大数据里面 有它的信息就行了 那在什么时候使用 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做这项工作的 如果你有什么要避免 你没有什么要害怕 对 是这样 所以说老百姓应该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民怨沸腾 就是它真正的用来预防犯罪的效果很少 反对的不同意见的 那我觉得每天你都感觉到 有一只眼睛盯着你 一只无心的眼睛 不管你干什么事 你总是有所顾忌 高科技为警察维稳提供了方便 所以他们的思路如果不改变 对这么一些意见人士 然后进行监控 可能是起了更大的作用 当时我不会觉得 本来是一种技术 就像一个手机 如果不过一个手机 像是在一家的手段的手段 它们可能会做很坏的事情 但是政府可能会发生武器 我认为有原因 技术维修改变 像是在智力的智力 它们可以做很多好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